第1411章 圣印在显 天地寂静无声 唯有那一道道 目光近乎凝固般地 投射于周园上方静静悬浮的古老石印 所有人都是在这一刻知晓了这枚石印代表着什么 因为那是苍悬圣印 哗 凝固的气氛不知道持续了多久 猛然间被那苍悬天每一个角落中 所爆发出的惊天欢呼声所打破 谁能想到 在这最为关键时刻 这传说中的苍悬圣印竟然出现了 这一刻 无数人喜极而起 青阳掌教他们同样是有些诗神的 望着那枚古老石印 旋即他们的眼睛也是渐渐地有些湿润起来 似乎是成功了 他们揉了揉眼睛 然后振作起精神 看眼下的模样 周园的计划显然是成功了 苍悬圣印真的成功融合了 而且 还主动地现身保护住了周园 这对于苍悬天生灵来说 无疑是绝望之中的一缕希望曙光 虚空上 圣园公主原本漫不经心的面庞 则是开始变得有些阴沉起来 他冷冷地注视着那在苍悬圣印的保护下 开始迅速恢复伤势的周园 苍悬圣印明明被我封截住了 而且 此时的苍悬圣印应是无主之物 怎会去庇护他 圣园公主内心中满是震怒 苍悬老祖已经彻底陨落 苍悬圣印便是无主之物 按理来说这将会是强者得知 但眼下苍悬圣印却是庇护住了周园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也是做了选择 可凭什么 一个未曾入圣的小子 凭什么能让苍悬圣印认同他 很奇怪吗 在苍悬圣印的圣光下 周园的伤势迅速恢复 他缓缓地站起身来 仰头望着那面色阴沉的圣园公主 他似是知晓 后者此时心中的怒火一般 这就是你所蔑视的人心 苍悬圣印如今的确是无主之物 但正因为没有主人意志加持 所以他才会凭借本能而动 如今苍悬天生灵都在为我祈祷 主位 这种意志自然会对苍悬圣印施加一些影响 从而让他更为地靠近我 周园扭了扭脖子 感受着体内再度充沛起来的力量 他咧嘴一笑 不过你这种人应该是理解不了的 圣园眼神阴冷 玄机深吸一口气 淡淡道 周园 你以为苍悬圣印庇护你 你就能够改变什么吗 你未曾入圣 终归是不可能真正地掌控苍悬圣印 你以为借助他的力量能够与本座抗衡 等我真正地将你斩杀 夺下苍悬圣印 他自然会臣服于我 那个时候你就会知道 所谓人心 狗屁不如 唯有力量 方能执掌一切 当其声乐的瞬间 滔天杀鸡猛然爆发 他袖袍一挥 森冷声响彻天地 雷来 哄 顿时天地轰鸣响彻 只见得滚滚雷云 以浩浩荡荡之势涌现而出 无边雷霆汇聚 化为一头遮蔽天穷 看不见尽头的雷兽 圣园指一谈 有浩瀚圣者伟力涌入了那雷兽体内 顿时雷兽养天长啸 其内竟是有着生机绽放出来 宛如是化为了真正的活物 望着那头燃烧着圣者伟力的雷兽 青阳长教等众多法御第三境的强者 都是忍不住的色变 那种力量 比起此前的胜利大日 还要来得恐怖 碾碎他 圣园屈指一谈 漠然声中 那雷兽顿时咆哮出声 那声音如雷 似是传遍了整个苍玄天 雷兽震碎虚空 直扑周园所在 而在那雷兽扑下时 周园同样眼神一宁 显然是察觉到 其中蕴含的力量 是何等的恐怖 所以他也不敢怠慢 手掌一伸 苍玄圣印 便是落入了他的手中 老伙计 又见面了 当年将你弄碎 那是逼不得已 你可莫要怪我 周园对着手中的圣印笑道 圣印之上 斑驳的纹路 渐渐地变得明亮 这一刻 周园清晰地感觉到 他与这方天地 再度建成了一种连接 此前 那圣元延出法随 剥离了 他与天地元气的连接 但现在 苍玄圣印 显然是帮他补回来了 而且 连接还更为地紧密了 现在的周园 有着一种奇特的感觉 那种感觉 仿佛是他此时 获得了掌控 这方天地的权柄一般 周园紧握苍玄圣印 他感受着那种 特殊的奇妙感 这一刻 他感觉自身 似乎是彻底地 融入了天地 然后 他手掌一抬 轰隆 大地在此时 剧烈地震动起来 下一瞬 只见得土石滚动 大地深处 竟是有着一头 巨大无比的 土龙咆哮而起 蜿蜒盘踞 直接迎上 那毁灭雷兽 这土龙庞大的体内 同样是蕴含着 苍玄圣印 独特的力量 碰 雷兽与土龙 轰然对碰 那一刻 雷光暴闪 巨石飞射 不过最终 雷兽与土龙 都是未能讨的好处 伴随着虚空破碎间 两头庞然大雾 也是撞得支离破碎 化为漫天雷光 以及碎石 华 这种结果 落在苍玄天 无数圣灵眼中 则是爆发出 惊天欢呼之声 因为这一次 周元竟然是将 来自圣元的攻势 真正地阻拦了下来 青阳长教等人 也是喜行余色 先前圣元的随手一击 便是险些 将周元所抹杀 可如今 有了苍玄圣印的力量相助 周元似乎与圣元间 已经没有那么庞大的差距了 这对于苍玄天而言 当真算是一个极好的消息 周元的身躯缓缓升空 他手持苍玄圣印 笑道 虽然我无法 真的掌控苍玄天 但同样你也不过 刚刚入圣 半斤八两罢了 圣元面色极为的阴沉 他从没想过 周元会难缠到这个地步 甚至连他再进入了圣者境后 都未能 直接将其碾碎斩杀 这个家伙 当真是如怪物一般 你若是杀不死他 就会看着他变得越来越强 此时此刻 圣元当真是生出了一股 极为强烈的懊悔 他后悔当年 为何会遗忘掉这个大患 此时他方才明白 放任周元离开苍玄天 那才是真正的赶龙入海 呼 圣元深吸一口气 压制着心中的情绪 淡淡道 如今局面的确是难分胜负 但你同样奈何不了我 而且 我对圣者伟利的掌控在逐渐的精深 一旦等我真正的掌控 到时候 你未必还能抵挡 周元 你我平分苍玄天 往后互不干扰 如何 无数人哗然 震动 显然没想到 圣元公主竟然主动地示弱了 只不过 他这个共分 却是有些难以接受 毕竟谁都不想落入圣元的掌控 无数道视线 紧张地看向周元 周元手握着苍玄圣印 手指摸缩着石印斑驳的外壳 他沉默了树西 呼得一笑 圣元 有一句话你说错了 什么 圣元双目微眯 周元咧嘴一笑 露出森森白牙 有幽冷之声 缓缓响起 谁和你说 我就奈何不得你了 第1412章 后手不断地老祖 当周元略显幽冷的声音传开时 那圣元的脸庞上 则是有着一抹森冷笑意浮现出来 看来 我的提议 你是没什么兴趣了 圣元淡淡地道 既然如此 那就来玩玩吧 本座倒是想要看看 你今日又能有什么样的手段来对付我 他的眼中满是杀意 原本他都打算暂时后退一步了 但没想到 这周元气盛至极 竟是要咄咄逼人 这小子 真当他圣元这圣者镜 是尼捏的吗 真以为凭借着苍玄圣印的力量 就能够将他解决 周元闻言则是一笑 摇了摇头 倒 倒不是我能对付你 你什么意思 圣元双目须眯 这个小子 又在装神弄鬼的 搞些什么名堂 后方的青阳长教等诸多强者 也是眼带疑惑 如今这苍玄天内 除了手持苍玄圣印的周元 还能够对圣元造成威胁外 还能有谁 在那诸多疑惑目光中 周元也是笑了笑 他眼带笑意 以及一丝感怀地望着手中的古老石印 笑道 老祖 还不现身吗 他的声音落入后方青阳长教等人耳中 顿时令得他们神色一惊 玄机有些难以置信地望着那苍玄圣印 周元所说的老祖 莫非是 而在那一些惊疑不定的目光中 那苍玄圣印中 忽然有着一些光点缓缓的生气 玄机光点凝聚间 形成了一道光影 那般模样 赫然与那苍玄老祖一模一样 华 苍玄盟大军中爆发出惊天哗然声 诸多苍玄天的顶尖强者 更是面露震撼 谁能想到 这位曾经的苍玄天天主 竟然还能现身 师尊 青阳长教 柳连一等苍玄盟的高层 皆是面露狂喜 激动 主人 玄老也是老泪纵横 苍玄 那圣元也是愣了愣 玄机面色阴沉下来 一现身就成为了焦点所在的苍玄老祖 环顾四周 面有感叹 道 没想到 还是到了这一步啊 老左 您这藏得可真是够深的 若非如今的我 恐怕也发现不了你留的这一手 周元瞧着苍玄老祖的光影 戏学道 苍玄老祖目光也是打亮着周元 则则道 老夫的眼光还真是不错 当年就知晓你这小子 不是池中之物 苍玄 你不是彻彻底底消散了吗 怎么还会有分身残留 圣元公主阴沉沉地道 十数年前的那场大战 他分明已是将苍玄最后的分身所抹除 可眼下来看 他显然没做干净 而且此前 他得到另外一部分苍玄圣印时 也仔仔细细地检查过 其中并没有发现 苍玄老祖留下的手脚 苍玄老祖看向圣元公主 感叹道 圣元 没想到你还真是入圣了 我的残留分身 的确被抹除得差不多了 这真的是最后一道了 我没将这一道分身 藏在苍玄圣印里面 因为我知道 如果连此前的那些手脚 都被你避开的话 再在圣印上面做手脚 也没什么作用 所以这最后一道分身 我将它藏在了 这苍玄天的权柄力量中 一旦有人真正地 动用这种力量 才会有可能感应到 这道分身的存在 本来是打算 如果真到了最坏的打算 由你掌控了苍玄圣印 试图以此催动权柄力量 掌控苍玄天时 我这道分身 可以最后推动权柄之力 反噬一下你 嘿嘿 我这后手留得是不是意想不到 苍玄老祖说的眉飞色舞 显然是为自己的 这诸多隐藏手脚 感到颇为的得意 苍玄蒙诸多强者面面相去 玄机满头冷汗 真是看不出来 这位苍玄老祖活 脱脱就是一个老鹰比啊 圣元也是脸庞微微抽搐 眼神阴沉 这个混蛋苍玄 究竟留了多少后手 这些后手 就算是正常的圣者都做不到 而苍玄能够做到 更多是因为 他苍玄天天主的那个身份 不过我发誓 这绝对是最后一道手脚了 苍玄老祖认真的道 圣元面无表情 不知可否 不过看得出来 他恐怕是被搞得 有些心理阴影了 就算今日这场大战 他最终获胜 往后 他在试图掌控苍玄胜应时 都会提升十倍的小心 从某种角度来说 这实在是有些搞人心态 呼 圣元深吸了一口气 平复了情绪 淡淡地道 苍玄 不要装神弄鬼了 现在的你 不过只是一道残留分身而已 我当初上是半圣时 就能够将你的分身抹除 更何况如今的我已进入圣境 你这些手段 对我没有任何实质的伤害 只是让我有些厌烦而已 堂堂曾经的苍玄天天主 如今只能使出 这些小孩子般的无赖手段 倒也是可悲 周元文言 笑道 老祖 你被看不起了呀 苍玄老祖无奈地瞪了他一眼 然后冲着圣元笑道 正常来说 现在我的确是奈何不了你 不过和十数年 那一场战斗不一样的是 这个小子 可不再是当初 那个神附近小蝼蚁了 圣元冷笑一声 但那眼神深处 却是渐渐地有了一些戒备 苍玄老祖看着周元 感叹道 十数年前 是你要借助我的力量 现在 却是我要借用 你的力量了 周元微微一笑 道 乐意至极 苍玄老祖点点头 伸出手掌 苍玄圣印 便是徐徐地 落到他的手中 还需要一个东西 苍玄老祖打量了一下周元 玄机伸出手掌 竟直接是 抓进了周元的体内 再度伸出来时 只见得起掌心间 有一道七彩琉璃弧闪现而出 而这七彩琉璃弧 正是周元 将苍玄七树 融合后所修炼而出 苍玄老祖缅怀地 望着那熟悉的七彩琉璃弧 眼中有着浓浓的腥味 我当年将此树 分为苍玄七树 结果那些不成器的弟子 一个都没将他 再度地修炼出来 周元 你是我一波的最好传承者 未来的你 一定会远远地超越我 后方的青阳长教 柳连一等人闻言 皆是面露尴尬羞愧之意 苍玄老祖一手持着苍玄圣印 一手握着七彩琉璃弧 然后对着周元笑道 十数年前咱们联手 被这家伙搞得一个分身消散 一个远顿他乡 最后不得不破碎了苍玄圣印 你说这一次 咱们会是个什么结果 周元凭静一笑 只有一个结果 从此往后 苍玄天再无圣源之名 苍玄老祖望着笑意从容 自有一番渊庭月志般气势的周元 忍不住地有些恍惚 那个当年的智能少年 如今 其实已是诸天之雄了呀 苍玄老祖也是笑了起来 神色感怀 用力地点了点头 没错 这个苍玄天的毒瘤 今日必须除掉了 当其声音落下那一刻 手中的苍玄圣印 与七彩琉璃弧 猛然重重地碰撞在了一起 第1413章 混沌炼圣壶 砰 当苍玄圣印 与那七彩琉璃弧相撞的时候 似乎是有着一道奇妙的轰鸣声 与苍玄天无数声灵的耳边 回响起来 那一瞬 有很多人回过神来 当即那目光 便是投向苍玄老祖所在 然后他们便是惊讶地发现 苍玄老祖手中的苍玄圣印 与七彩琉璃弧 同时地消失了 青阳长教等诸多强者面面相去 他们同样不知晓 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圣元公主眉头紧皱 青阳长教等人实力不够 自然无法察觉到这方 天地间的那种细微变化 可她身为圣者 却是明明地感应到了一种异动 那种异动 让得她微微地有些心静 以为苍玄老祖是将圣印给搞丢了 反而 对方这种诡异的手段 实在是让人不安 虽说现在的苍玄老祖 不过只是一道残留分身 但此前其所说的话并非没有道理 十数年前那场争斗 勉强说来算是她取胜 可那个时候 周元只是借助了苍玄老祖分身的力量 这才勉强催动了苍玄圣印 但现在却不一样了 周元虽说没有入胜 但她所拥有的力量 其实与半胜已经没有太大的差距 有周元的力量作为支撑 再加上苍玄圣印 苍玄老祖这道分身 已是不可小觑 圣元锐利的目光缓缓扫逝 注视着四方虚空 下一刻 她终于是隐隐地感觉到一股不对劲 哄 她袖袍一挥 一道圣者伟丽如星河般席卷而出 那伟丽之中 似是有着山川河流若隐若现 自有一方天地演变 轰隆 不过 这道圣者伟丽并未席卷出多远 便是在那虚空中突然地爆发开来 只见得那里的虚空中有着淡淡的光芒出现 犹如是一层肉眼不可见的薄膜般 将那道圣者伟丽阻拦 化解而去 圣元眼神微沉 她脚掌一跺 自有道道圣者伟丽以其为中心 对着四面虚空席卷 不过这些伟丽 皆未能略出多远 便是被一道不可见的薄膜阻拦 细微的涟漪在虚空中绽放 而若是顺着那些涟漪的轮廓看去的话 则是会发现 那隐隐间似是一座巨大的葫芦 圣元公主自然是察觉到了这般变故 她袖袍一挥 空间扭曲 便是想要顿入虚空 但很快她就发现 这里的虚空 被一层无形的力量所截断 即便是她这等圣者之力 都是无法穿透而出 也就是说 她被困住了 苍玄 真不愧是你 圣元冷冷地道 她如今已是进入圣者 可谓是苍玄天内无敌 可即便如此 如今依旧是在苍玄老祖的手中吃了扁 这个老东西 也是这么的难缠 不过真困住了我 又能如何 你毕竟只是一道分身 只要现行 就会迅速地消散 我只需要等到你自行消散 这些疯困 自然不攻自破 话音落下时 圣元公主脚下 忽有一朵圣连凝线而出 圣连迎风暴涨 迅速地化为 一座巨大的圣连宝座 圣元于圣连宝座上跌坐 宝连释放无边圣光 将其重重庇护 显然 圣元公主是打算 以不变应万变 他对于自身的圣者实力 抱有绝对的信心 周元凝望着 盘坐圣连的圣元公主 此时的后者 有一种诛邪莫轻 万法不入之感 这种时候 就算是万千公事 都是难以加诸其身 老祖 寻常手段 对他恐怕是没有半点作用 周元缓缓道 苍玄老祖笑盈盈道 对老祖有点信心啊 不就是圣连不灭界吗 如果你没修炼出琉璃湖 我倒的确奈何不得他 但谁让你这小子这么争气 来 老祖给你真正的路最后一手 让你明白 当一位天主 位于其所在的天狱时 究竟拥有着何等之威 苍玄老祖面带笑意 双掌结印 指尖如驼山月 旋即缓缓合拢 嗡 随着其双掌合拢 只见得那圣元所在的 外界天地间 虚空开始波荡 所有人都是能够看见 一座巨大的狐影 那狐影充斥着一股 难以言喻的古老 恍若天地触开 而周元则是能够感应到 那座古老狐影中 有着苍玄圣印 与七彩琉璃壶的波动 显然 这两者间 有着一些特殊的联系 身处圣连之中的圣元 也是双目须眯 眼神中充斥着警惕 戒备 此树 是我当年掌控苍 玄天权柄师所感悟 此树一旦施展开来 就算是圣者 也难有生路 苍玄老祖微微一笑 对着身旁的周元谢说道 而此树 我将其称为 混沌炼圣壶 伴随着其声音的落下 只见得那混沌壶内 突有着四道光环凝聚而成 四道光环中 由于呈现清幽之色 其上四是有着风声呼啸 那并非是寻常风声 而是宛如风之源头 此为风环 有土环光环 其中净显无边厚重 此为地环 蔚蓝光环内 有浩瀚水流声响起 充斥着旺盛的声机 此为水环 赤红光环上 有火焰生腾 那火焰狂躁 似要焚尽世间 此为火环 四道古老光环 蕴含着混沌初 开始所诞生的力量 它们静静地悬浮于虚空上 但当其出现时 不仅是圣元色变 就连那些诸天强者 都是忍不住的动容 周元小子 这是我最后的一道手段了 你可得好好看着了 苍玄老祖朗笑出声 有赤鹤响彻于 苍玄天的每一个角落 地风水火 重演混沌 咻 四道光环一晃 直接是出现在了 圣元公主四方 将其上下两侧 竞数的赌绝 下一瞬 古老的力量喷波而出 那种力量 接近了世界的本源 那比圣者伟力 还要更为深奥 神秘 特别是当那四道力量 接触到一起的时候 这一刻 目光投射于此的诸多圣者 似是嗅到了 混沌初开始的那种空气 幽暗的味道 而圣元更是在此时变了脸色 眼中有着浓浓的恐惧 与难以置信涌现出来 因为 在那地风水火力量的冲刷下 他坐下的圣连宝座 竟然 开始消融了 第1414章 圣运 四道古老光 还立于圣连宝座四方虚空 苍茫的力量 如洪流般喷涌而出 而在这等古老力量的冲刷下 所有人都是见到 那万法不清的圣连宝座 竟是在渐渐地消融 对于这个结果 最为惊恐的 自然便是圣元公主 此时的他面色巨变 此前的从容瞬间消散 直接失声 怎么可能 如今的他 可是真正的圣者静 圣连守护下 可谓是诸法难伤 可眼下他的圣连 却是根本不敌 苍玄老祖的这一道攻势 这对于圣元公主的信心而言 可是造成了不小打击 圣元 没什么好惊讶的 圣者虽强 但却并非是不可制衡 连我当年执掌苍玄天 最终都是 能落得这般结局 你这一个心境圣者 又何来的无敌心态 苍玄老祖淡淡地笑道 圣元公主面色铁青 眼中满是愤怒火焰 不过在那其中 也蕴含着一些 对眼下局面的金句 不过圣元也算是一代枭雄 所以很快就压制住了 心中的情绪 他咬了咬牙 道 苍玄 你不要得意 我可还没输呢 他双手陡然结印 有低沉袍哮哮响彻 整个苍玄天 圣连金法 伴随着他咆哮声落下 只见得其坐下的圣连 在此时突然爆发出了 亿万道金光 那些金光之中 似是蕴含着无数金色的符文 这些符文渺小如尘埃 却又显得格外的神秘 在金光的渲染下 圣连都是化为了璀璨金色 宛如黄金所住 随着圣元的亲力抵抗 那圣连的消融 倒还真是一点点地停止了下来 不过苍玄老祖见状 则是并不着急 反而摇了摇头 道 圣元 圣者虽然有浩瀚之力 但在浩瀚 会比得过一方天狱吗 我们之间的争斗 持续了这么多年 事到如今 也该结束了 伴随着苍玄老祖低探声 只见得那天地间出现了异动 大地震荡 缓缓撕裂开来 有无数土褐色洪流 冲天而起 狂风大作 形成无数刚风 横击天穷 虚空中有磅礴洪水 席卷而来 遮天蔽日 火山喷发 浩荡火海蔓延 引得天地温度骤然提升 四种古老苍茫的力量 各自涌入那四道光环之中 继而光环变得极为的璀璨 这一刻 那宛如黄金所住的圣连上 金光再度开始一点点的消融下去 甚至随着金光的消散 那圣连的花瓣 都是开始有着融化的迹象 苍玄天中 无数生灵见到这一幕 皆是忍不住地欢呼出声 眼中满是劫后余生的欢喜 因为看眼下的情况 显然圣元公主 再度陷入了极大的烈势之中 苍玄天外 诸天的那些圣者 见到这一幕 也是悄悄地松了一口气 他们的眼力更为的毒辣 自然看得出来 此时的圣元公主 可谓是陷入到了绝境之中 那位苍玄老祖 借助着周元的力量为根基 然后运转了苍玄天的本源力量 这种力量 甚至比圣者伟力 还要更为的深奥与神秘 如今圣元公主 已是再劫难逃了 看来这一次苍玄天的危机 终于是要解除了 苍玄天内 古老的力量充斥天穷 金色的圣连 在渐渐地变得淡化 那神圣的花瓣 也是在凋零 圣连一圈圈地缩小 代表着圣元公主防线的破碎 盘坐于圣连之中的圣元 他的神色 已经从先前的震怒 与金句中渐渐地恢复过来 他的眼瞳中 倒映着四方古老光环 面旁一时间有些恍惚感 他显然是没想到 即便是他如今入圣了 依旧没能如愿 反而是被逼入了绝境 恍惚了半晌 他终于是自嘲一笑 看向了苍玄老祖与周元 原本我以为这次是赢定了 没想到会是这种结果 这个结果 十数年前 我可真是怎么都想不到 苍玄老祖淡淡地道 其实连我也没想到 不过 你不是输给了我 而是输给了他 这个他 自然便是指的是周元 苍玄老祖的确没想到 那个当年 他算是随手为之的一步棋 十数年后 竟然会成为决定性的一手 圣元公主沉默了一下 这一点 他当然是知晓 但一时间有些难以承认 当年周元在他眼中 真的是连蝼蚁都不如 可谁又能知道 就是这个他根本不在意的蝼蚁 最后先犯了他所有的谋划 周元 你未来的成就 恐怕还会超过苍玄 最终 圣元公主还是点了点头 认同了周元的作用 不过对于他的认同 周元却并不在意 只是淡笑道 这算是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吗 圣元公主闻言 则是忍不住的一笑 若是常人恐怕还真是如此 但那显然不会包括我 我所走之路 既然决定 就绝不会后悔 他盯着周元与苍玄老祖 笑道 这一次 我的确是输了 但是 你们不见得 就算是赢了 周元与苍玄老祖闻言 眼神皆是一宁 而苍玄老祖 更是毫不犹豫地 催动起四道古老光环 加剧了炼化 圣元显然同样是有所察觉 但他却是没什么反应 只是冲着两人露出一个笑容 那笑容显得有些病态与疯狂 你们知道 我最终的任务是什么吗 他没有等待两人回话 继续缓缓说道 我最终的任务 是夺得苍玄圣印 成为苍玄天天主 然后 我会将整个苍玄天献祭 将他们献祭给圣神 那个时候 他就将会彻彻底底地苏醒 终结时间 圣元的声音不大 轻飘飘地传出 却是引得周元 苍玄老祖 以及那诸多诸天圣者 面色陡然俱变 谁都没想到 这圣元最终的谋划 竟然是如此的疯狂 这畜生 竟然想要献祭整个苍玄天 疯子 留你不得 苍玄老祖眼中 迸发出滔天杀鸡 下一刻 他倾尽全力地催动了混沌练圣狐 这直接导致他 本就虚幻的身躯 开始迅速地变得透明起来 不过在他这种拼命催动下 那圣元坐下的圣连飞快的消融 很快其本体 就暴露在了四道光环的力量之下 然而圣元却是一笑 继续道 如今来看 这个最大的谋划是完不成了 不过好在 这最差的结局 也并非是完全没有预料 他盯着周元 苍玄老祖 我说过 我虽然输了 但你们也赢不了 苍玄 周元 希望接下来的局面 你们还兜得住吧 不然的话 这大半个苍玄天的生灵 就得随我而去了 当他声音落下瞬间 其双掌合拢 身躯上突然有着一道道裂痕蔓延出来 特别是其眉心处 光芒形成了一道连印 而此时 连印也是在渐渐地碎裂 整个天地 突然 在此时风起云涌 狂风大作间 似是有着无边碑鸣声响彻 苍玄老祖以及诸多圣者 见到这一幕都是忍不住的眼瞳紧缩 有骇然的喃喃声响起 天地悲鸣 这是 圣语 第1415章 苍玄天的大灾节 天地间 圣者为尊 可谓是与天地同存 每一尊圣者的诞生 都将会有千古异象 引得天地象赫 而相同的 若是圣者陨落时 也将会引发异象 天地悲鸣 此为 圣语 而如今 那圣元肉身军裂 眉心光连痕迫破碎 那显然就是圣允的征兆 而且 这并非是外力所导致 而是圣元自我的在毁灭 天地间的元气 在此时咆哮 震荡 可见浩浩荡荡的元气 潮汐于天际尽头成形 然后蔓延至百万里 千万里 最终甚至覆盖了圣州大陆 以及其附近数座大陆 此处的无数强者 即便是众多法御 都是感觉到 一股难以言喻的沉重感 这领得他们体内的元气 都是运转缓慢起来 苍玄老祖与周园的面色 则是在此时 变得颇为的难看 因为伴随着圣元 自动催发了圣允 这导致此时其所在处的力量 达到了一种极为恐怖的程度 这直接令得四道 古老光环喷发的力量 都是难以主动地将其抹杀 虽说或许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 但这主动与被动间 却是有着天差地别 不过到了这种时候 苍玄老祖与周园的任何手段 都是没什么作用了 毕竟 圣元是付出了圣允为代价 一位圣者陨落时所爆发的力量 任何人恐怕都不敢心怀小觑 哄 这一瞬 道印在周园 苍玄老祖等众多人眼瞳中的 是那璀璨强烈到无法形容的强光 以及恐怖力量 那等光芒之强烈 似是掩盖了世间一切的光线 圣允的力量 形成了一朵朵巨大的光连绽放 那四道古老光环 在碰撞的瞬间 便是被生生地消融而去 冲击波很快也撞击在了那座 混沌炼圣壶之上 那里的虚空在不断地扭曲 破碎 仿佛那里的空间 被直接从这苍玄天割裂了一般 不过面对着一名圣者的圣允之力 就算是这混沌炼圣壶中 有着苍玄圣印的加持 却依旧未能抵挡多久 伴随着一道细微的破碎声 胡影崩碎 苍玄老祖见到这一幕 一声叹息 他袖袍一挥 只见得一道光纹自虚空间横扫而过 不过却并非是对着那圣允的力量而去 而是裹挟着苍玄盟大军 以及附近这片区域的所有生灵 迅速地后退 短短时数期间 他便是借助着苍玄圣印的力量 将这附近的生灵丢出了数十万里 毁灭的力量冲刷而过 所过处 一切皆是湮灭 化为虚无 周元与苍玄老祖立于高空 他们目光俯视下来 只见得一座深不可测 占地约末十数万里的幽黑巨坑 出现在了这片大地上 这几乎已是造就了一座 寸草不生的大盆地 咕噜咕噜 盆地深处 吐有血水涌出 最后迅速地扩张 直接是形成了一座 占地十数万里的血红汪洋 血海中央 有一座让人感到不祥的诡异祭坛 缓缓生起 而在那祭坛之上 一道有些虚幻的光影盘坐 正是那圣元公主 此时的圣元 显然已是失去了肉身 而且连这圣魂都是变得有些透明 不断地有着璀璨光点生腾而起 圣元抬头 冲着苍玄老祖与周元所在 露出一抹病态笑容 眼神狂热 无神 请您再度降临世间吧 祭坛之上 有道道血纹涌现而出 直接是缠绕在了圣元公主那圣魂之上 那些血纹 犹如是吸血如虫一般 疯狂地吞噬着圣元公主的圣魂 轰 轰 这一刻 周元突然感觉到 苍玄天内有异动出现 他抬起目光 感知席卷 当即面色便是一变 因为他感知到这一刻 苍玄天各处大陆中 突然有着一道道血红光柱冲天而起 这些血红光柱一出现 便是在迅速地蔓延开来 将一切所遇见的生灵 尽数地吞噬 这些血红光柱 宛如独斑一般 在苍玄天内绽放 污染着所遇见的一切 苍玄老祖望着这一幕 面色也是有些阴沉 道 这是一座极为庞大的献祭节界 这般手笔 恐怕是准备了不少时间 祭坛上 圣魂愈发透明的圣元公主笑道 这一天 我准备了十年 你真是已经疯了 周元眼神冰冷 这圣元的作为 在他看来 简直就是连畜生都不如 明明是苍玄天之人 最终却是要将整个苍玄天给陷进 你们不懂 我对圣者尽的追求 而唯有信奉圣神 方才能够让我如愿 虽说这圣者的力量 没体验多久 但有句话叫做 招文道惜死可以 圣元含笑道 苍玄老祖百的白手 将周元拦了下来 道 他已经被圣神意志腐蚀了 任何的言语 都不可能撼动他 现在的圣元 不过只是那圣神的 一句傀儡而已 周元双掌紧握 面旁冷得吓人 秀 远处虚空波动 一道道身影破空而来 正是苏又威 青阳长教 西京等诸多法御强者 师尊 周元 我们接到消息 如今苍玄天各处大陆 都出现了血柱 这些血柱在不断地扩张 吞噬一切生灵 青阳长教急声道 必须将血柱的扩散阻拦下来 不然苍玄天将会死伤无数 苍玄老祖叹息一声 道 难 如今这献祭结界已成 再加上圣元献祭自身推动 莫说是我 就算是来一位真正的圣者 也难以将其阻拦 此言一出 众人顿时面如死灰 身子都是在微微颤抖 那是心中情绪太过汹涌 难以自制所导致 若是任由这结界不断地献祭下去 恐怕苍玄天会有一半都会毁灭掉 这对于苍玄天 可谓是致命般的打击 虚空上 气氛凝固 他们目光穿透虚空 已是能够看见 在那些血红光柱所扩散时 无数生灵发出绝望的哭号 然而不论他们如何的奔逃 都是难以逃过那血光的蔓延 血光席卷过处 不知多少生灵被吞没 整个苍玄天内 都是在这一刻 陷入到了混乱与绝望中 这是一场苍玄天万千载以来 都未曾遭遇的大劫难 怎么会这样 青阳长教等人眼眶欲裂 他们倾尽全力地在抗衡圣宫 然而谁能想到 最终反而是这般的结果 哈哈 而在那祭坛之上 身躯愈发虚薄的圣元公主 发出了疯狂的大笑声 她面旁扭曲地 看向周元等人 有这么多生灵与我陪葬 也值了 疯子 树上 青阳长教等诸多法御强者 眼睛喷火 已是愤怒到难以遏制 一道道滔天元树公事 铺天盖地的砸下 试图将那圣元所抹杀 但他们的公事 在距离圣元上 还有万丈距离时 便是直接诡异地散去 仿佛是被一股力量 生生地抹除了一半 青阳长教等人 终于停下了这种 无意义的发泄行为 他看向苍玄老祖 声音沙哑地道 师尊 就真的没有任何挽救的办法了吗 望着那众多蕴含着 最后一丝稀奇的目光 苍玄老祖沉没了片刻 他的身躯已是极为的透明 光线照来 都是直接透体而出 显然他这道分身的力量 也已抵达极限 不过 身为曾经的苍玄天天主 他能够听到 那响彻在苍玄天 各方地域之中的 无数绝望 哭泣之声 要阻拦这献祭结界 办法并非是没有 苍玄老祖缓缓出声 众多目光猛地投来 其中蹊跡大放 苍玄老祖抬起手掌 掌心间有一方 古老的石印浮现出来 散发着一种特殊的韵味 那代表着权柄 整个苍玄天的权柄 那个最后的办法 是有人能够执掌苍玄圣印 成为苍玄天的新任天主 苍玄老祖平缓的声音传出 却是引得青阳长教等人 皆是心头一震 只是 苍玄老祖并未看向他们 他的目光 从始至终 都是在盯着周园 第1416章 继承天主 成为苍玄天新一任天主 苍玄老祖这句话 对于在场的众人 显然是造成了一波极大的冲击 就连青阳长教这位老成之人 都是忍不住地吞咽了一口口水 而其他那些苍玄天的法育强者 更是不由自主地眼中 有着火热之色流露出来 毕竟所有人都明白这代表着什么 那代表着苍玄天最高权柄 只要一跃而上 那么他就将会成为诸天之中 最为顶尖那一波存在 甚至 就算是寻常圣者 都将会对其礼尽三分 面对着这种权柄所代表的力量 在场没人能够保持绝对的冷静 不过好在 他们也并没有因此而失去理智 因为他们明白 他们资格不够 没见到苍玄老祖说此话时 只是看着周园吗 显然这个提议 是冲着后者而来 不过对此 他们倒也并未感到不甘心 毕竟如今的苍玄天 真要论起实力与声望 周园的确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选 一道道目光艳羡的投向周园 而周园本人 同样是愣了愣 玄机有些奇怪的道 想要执掌苍圣应 最起码得踏入圣境 我也不够资格呀 苍玄老祖微微点头 道 若是寻常时候 或许的确如此 不过你的实力并不弱于半圣 从某种意义来说 勉强构格 同时眼下苍玄天有大劫 无数圣灵陷入绝望中 他们的求生意志与祈祷会散发 而苍玄圣应会对此有所感知 这个时候 若是有能够挽天轻者 那么苍玄圣应的继承难度 会减弱一些 这于此前 你借助苍玄天无数圣灵的祈祷 令得苍玄圣应的融合速度加快 甚至最终 将一些控制权 主动地交给了你是一个道理 周元危感恍然 周元 你很出色 是我这么多年中所见过的人中 最为精彩绝艳的人 你未来的成就 连我都难以测量 所以正因为如此 对于是否要你来成为苍玄天天主 我也抱有几分犹豫 苍玄老祖苦笑一声 道 我觉得 你应该也知道 苍玄天天主的一些弊端吧 周元沉默了一下 道 是苍玄天曾经被圣族荼毒 导致这方天狱有所缺陷 而执掌苍玄圣应的天主 想要在圣者之路上 更进进一步 将会极为困难这一点吧 苍玄老祖缓缓点头 圣应有些沉重的道 在我执掌苍玄圣应之前 其实苍玄天内 也出过其他的圣者 但最终 他们并未选择执掌圣应 守护苍玄天 因为那样会让他们未来难有精进 我并不怪他们的选择 毕竟没有人愿意在 踏足圣者后 就寸步不进 即便是我当年 也是下定了极大的决心 方才选择继承 周元 原本我是不想 你来继承苍玄天天主之位 因为我觉得 那样反而会耽误你 但是 苍玄老祖神色有些苦涩 他能够感知到 这天地间 生灵发出了绝望之声 这个时候 必须要有人能够站出来 拯救这方天狱 一旁的青阳长教等人 也是沉默了下来 其实这个选择 如果落在他们的身上 或许并不会需要过多的考虑 因为能够踏入圣者境 就已算是他们毕生的追求 但显然 周元未来的成就 比他们都要强 这个有着弊端的 苍玄天天主之位 对于他而言 就真的是高攀吗 周元一时间 也是有些证然 这个问题 他其实还真没有想过 他目光抬起 视线穿透空间 看见了那些血红光柱 所扩散处 那里生灵绝望哭嚎声 他同样是感同身受 苍玄天是我所出生的地方 这里有大洲王朝 有苍玄宗这些 让我无法割舍之地 也有那些无法割舍的朋友 我不会让任何人回了这里 若不是如此 我又何必再回来 周元缓缓道 周元看向苍玄老祖 小道 所以老祖 如果真需要我来继承天主 才能够挽救苍玄天的话 那我自然是义不容辞 当然 这不是 我舍消我成全大我 而是我的野心更大 苍玄天有缺陷 那到时候 我就去想办法将他弥补 那到时候 诸天圣者 谁不羡慕我这完整的天主 苍玄老祖愣了愣 道 这难度可不小 连我都没能成功 周元干咳了一声 委婉地说道 老祖成功不了 我未必也会失败啊 青阳长教等人面色怪异 忍不住地想要说 你这小子太狂了呀 怎么能这么对前辈说话的 这不就是说 老祖能力不够 他做不到的事情 你却能够做到吗 不过苍玄老祖闻言 却并未感到被冒犯 反而脸庞上 有着欣慰的笑意浮现出来 如果你 真的有这个野心 那我才是真的求之不得 让苍玄天能够弥补缺陷 是我最大的心愿 但我能力的确不够 没能做到 而换作是你的话 未必做不到 苍玄老祖目光温和地看着周元 那么 你是决定 继承这苍玄天天主的位置了 周元深吸一口气 重重点头 而在周围 青阳长教 天剑尊等诸多苍玄天的法御强者 也是面色肃然起来 然后对着周元弯身一拜 这一拜 是拜他愿意在这最为紧要的时刻 为了苍玄天挺身而出 苍玄老祖伸出时虚幻的手掌 掌心古老的石印 静静地悬浮 石印表面 流光阵阵 倒映着无数山川河流 将手掌放在上面 周元闻言 神色肃穆 手掌缓缓伸出 最后覆盖在了苍玄圣命之上 轰隆 这一瞬间 苍玄天内 突然风起云涌 天地间的元气 似乎都是变得异常地活跃起来 附近的青阳长教等人 皆是感受到一股强大的抗拒力 以苍玄圣命为源头爆发 直接是将它们尽数地推开 唯有苍玄老祖 与周元立于原地 不过此时的周元感觉并不好受 因为伴随着天地元气的活跃 他感觉到 有一股难以形容的恐怖压迫 席卷而来 那种感觉 仿佛整个苍玄天都在压制他 虚空上 浩浩荡荡的元气凝聚而来 形成了一道道巨大无比的光镜 光镜内 倒映着山川河流 万物生灵 光镜之中 在凝聚着一股 让人心计的恐怖力量 这些力量 全部锁定了周元 这直接是让得他浑身汗毛到竖起来 周元 这是掌控仓玄圣应的考验 他要验证你的实力 是否有这个资格 而这道考验 我将其称为 天心境 你可得好好抗住了 这可是 用来考验圣者境的 仓玄老祖的声音传来 还不带周元有什么反应 高空上 那巨大的光镜中 一道道如天雷般的光束 直接是对着周元所在 轰然而落 第1417章 勇者不灭 轰 当那诸多天光从天而降时 仿若是有雷鸣回荡天地 然后铺天盖地地 对着周元所在轰击而下 而周元同样是察觉到了 那些神异的天光神雷 当他感受到 那一道道天光神雷中 所蕴含的力量时 当即头皮就是一马 那种力量 超乎想象的恐怖 老祖 不是说会简单一些吗 周元忍不住地开口 没事 相信自己 你可以的 苍玄老祖笑着鼓励道 望着他那笑容 周元突然有种被坑了的感觉 只能翻了个白眼 然后他的身躯在此时陡然膨胀起来 紫金色的龙铃宛如战甲般地 将他的身躯覆盖 短短竖息 那圣龙之躯便是毫无保留地催动了起来 与此同时 浩瀚圣龙之气爆发 直接是在周元的上方 形成了一条蜿蜒盘踞的九爪紫金巨龙 仰天咆哮间 散发着惊天之威 面对着这种用来考验圣者的手段 周元显然是不敢有丝毫的清淡 哄 而就在他刚刚做好准备时 那如天光般的神雷 已是轰击而下 那一刹那 盘踞于周元上方的九爪紫金巨龙 顿时爆发出痛苦的龙吼之声 那紫金龙铃 都是在此时被阵裂了许多 周元本体更是如遭重击 脑海中轰鸣不断地回荡 继而传荡自肉身中 若非此时 他已是催动了圣龙之躯 恐怕光是这阴波扩散 就能够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太恐怖了 这是此时周元心中唯一的声音 那天光神雷似是蕴含着极为独特的力量 每一次的降临 都让周元体验到了什么叫做痛苦 那种痛苦 不仅来自肉身的震荡 甚至连神魂 都是在此时刺痛起来 犹如将要被撕裂 一道道天光神雷落下 那庞大无比的紫金九爪巨龙 体型则是在不断地缩小 短短数时积下来后 那巨龙身影 已是变得极为的虚幻 显然是达到了承受的极限 而周元自身 也是处于一种浑浑噩噩的状态 那是神魂激荡 导致神智都有些难以保持清醒 在那远处 青阳长轿 苏又威 武瑶等人 也是面露担忧地 望着此时的周元 那天光神雷虽然恐怖 但显然只是冲着周元而去 因此 看似恐怖的力量 竟然没有一丝一毫的外泄 但周元的惨状 他们都看在眼里 能够将此时的他 都逼得如此的狼狈 可见 这苍玄圣印的考验 是何等的可怕 哄 又是一道天光神雷落下 直接是将那虚幻的 九爪紫金巨龙 彻底地撕碎 然后雷光降落而下 披在了周元那布满着龙铃的肉身之上 吃了 他的肉身上 龙铃裂开 一道猙獰的伤痕被撕裂开来 鲜血滚滚 而肉身上传来的剧痛 也是让得处于浑浑噩噩噩中的周元 陡然惊醒过来 他强忍着体内的剧痛 倾尽全力地运转起了体内的圣龙之气 撕裂的伤痕处 血肉蠕动起来 迅速地将伤势修复 一层层的紫金龙铃 宛如战甲般蔓延而出 哄 哄 天光神雷不断地降落而下 璀璨强光 几乎令得下方那座森冷血海 都变得暗淡了许多 圣元那被叨叨诡异血纹缠绕的圣魂 也是望着这一幕 他的面旁有些扭曲 宁笑道 苍玄 你竟然要让他来成为苍玄天的天主 这小子虽说潜力非凡 但如今尚未入圣 想要掌控苍玄圣印 简直做梦 这天星节 足以将他催垮 在其宁笑声中 周元的肉身 则是在那一道道天光神类的轰击下 不断地被撕裂 他那魁梧的圣龙之躯 一寸寸地崩碎 惨烈到 让人有些不忍直视 不过 周元在此时表现出了莫大的坚毅 即便他面旁因为痛苦而变得猙獰 双目通红 但他却并未放弃 反而是在不断地低吼声中 疯狂地催动起圣龙之躯 圣龙之躯被轰碎一截 他便是以圣龙之躯 恢复一截 血肉就在这种不断地墨碎 恢复间周而复始 但这种情况 显然不会一直地持续下去 周元的圣龙之躯 迟早会有挥霍殆尽的时候 到时候 肉身恢复不及 恐怕瞬间就会被那恐怖的天光神雷 彻底摧毁 苍玄老祖望着这一幕 神色也是变得凝重了起来 这天心节是用来考验圣者的 而周元能够抗这么多下 已经是因为其底蕴太过雄厚的缘故 但若是持续下去 周元也将会陷入险境 苍玄老祖深吸一口气 手掌握住苍玄圣印 借助着那最后的一丝权柄力量 将其催动了起来 似是有一道 连衣猛然间扩散 跨越了空间 直接是传递 向了苍玄天的每一个角落 这一刻 苍玄天所有生灵 脑海中都是有着突兀的画面 闪现而出 那是一道道不断扩散的星红光柱 光柱直抵天穷 宛如恶魔之血般 吞噬着所过出的一切 当其没过程迟时 其内的百万生灵 瞬间被消融 唯有凄厉的惨叫声传出 那一幕 看得无数生灵 都是在战里 恐惧 画面闪烁 最终凝固在了 正在天心结下苦苦之称的周元身上 大劫灭世 怨无天 勇者不灭 与此同时 有一道宏伟之声 与无数生灵心间响起 那一刻 所有生灵仿佛扶置心灵 他们知晓了 此时他们能够做什么 大周城王宫的城墙上 周晴 秦玉皆是眼眶通红的望着 那在神灵中肉身 不断被消磨 劈碎的周元 然后他们听见了 心间响起的声音 于是 他们毫不犹豫地避拢双目 以一种无比虔诚的心态 在心间自语祈祷 愿无天 勇者不灭 大周城内 无数臣民 皆是虔诚闭幕 祈求那灾节 莫要降临 愿无天 勇者不灭 视线拉向 苍玄天的每一处角落 无数生灵在跪拜 他们知晓 苍玄天最后的希望所在 就是那个如今正在神雷之下 苦苦坚持的那道身影 愿无天 勇者不灭 无数的祈祷声 一点点地响起 最后宛如是汇聚成了洪流 以一种特殊的渠道破空而至 涌入到了苍玄圣印之中 苍玄圣印之上 有道道神秘光闻 若隐若现 那些祈祷经过某种 极为神妙的转化后 以一种连圣者 都无法感知的奇特方式 涌向了天心雷下的周元体内 而也就是在这一刻 肉身不断被天心雷疯狂侵蚀的周元 突然有了一种奇特的感觉 他感觉 现在的他 似乎是有了某种 不死不灭般的属性了 第1418章 周元天主 所谓的不死不灭 自然是周元的错觉 毕竟就算是真正的圣者 也不敢说自身配得上这四个字 从某种意义来说 那算是神的领域 不过不死不灭是错觉 但周元的肉身中 的确是出现了一股神秘的力量 那鼓励靓令的他的肉身 神魂皆是变得无比的坚韧 哄 天光神雷劈下 将周元的肉身撕裂出一道道 触目惊心的伤痕 只不过这一次 当伤势出现的时候 甚至不等周元催动圣龙气修复 那股体内的神秘力量 便是融入到了血肉之中 那一刻 周元感觉到自身的血肉 在此时剧烈地蠕动起来 肉牙层层涌动 短短不过数息间 就将争獰伤痕数地修复 而且 伴随着此次修复 周元那里的血肉 隐隐地变得更为的坚韧 强横 察觉到这般变化 周元心头顿时一震 要知道 他如今的肉身 已是相当于法御境的极限 若是再进一步 可就能够媲美圣者方 才能够拥有的圣体 但这种提升 也是极为的艰难 如那圣元公主 苦修这么多年 最终也只能是借助着 那圣神的馈赠 才能够完成这层蜕变 然而眼下 在那股神秘力量之下 周元感觉 他那难有动静的肉身 竟然再度开始精进了 如果这种锤断能够加深的话 那他的肉身 岂非是能够突破那层肢骨 开始接触到圣体的层次 这个发现 让得周元心跳 都是猛地加快了起来 于是他抬起头 眼神炽热地望着 那铺天盖地降落而下的 天光神雷 这些在此前 让他头皮发麻的神雷 此时在他的眼中 却是显得无比的可爱 周元伸开双臂 迎接着神雷降临 轰轰 无数道神雷不断地降落而下 不过这一次 伴随着越来越多神雷轰击 突然有人发现 周元的肉身 竟然是在渐渐地变得膨胀起来 原本正常人的体型 一寸寸的增高 直接是达到了百丈左右 宛如巨人一般 此前密布身躯表面的紫金色龙鳞 此时早已禁述地消失 而周元的皮肤 也是变得宛如白玉一般 那白玉之色 似是不掺杂丝毫杂质 散发着绝对纯净之感 而在白玉身躯上 可见一道道流金光纹 若隐若现 这些纹路似是随意泼洒 可若是 能够将它们渐渐地勾勒连接起来的话 则是会发现 那些流金纹路 似是一朵连包雏形 漫天神雷落在周元身躯上 但那些神雷一接触到周元 那如白玉般的肉身 便是犹如直接被禁术地吸收了一般 一道道光线流转于周元身体表面 然后便是令得那些流金纹路 变得更为的明亮与神秘 远处 青阳长教等人望着那高约百丈的身影 面色有些惊疑 因为他们能够察觉到 后者的肉身正在散发着一种莫名的威压 那种威压 他们并不陌生 那是圣者方才会具备的 五窑凤幕一闪 有些惊讶 以及不可思议的道 他的肉身似乎正在入圣 苏有威情守威点 笑容明艳动人 不愧是殿下 不仅承受住了考验 而且还让肉身在这种毁灭与重生间更进一步 赵木神美好气地道 分明是那苍玄老祖 催动了苍玄圣印在相助他 他的眼中满是艳羡之意 因为他很清楚这是何等的机缘 圣境是这诸天间巅峰的存在 而肉身踏入圣境便是所谓的圣体 一般来说 这是唯有元气境界达到这个层次后 以圣者伟力不断地冲刷自身 方才能够渐渐地将繁体化为圣体 可现在 周元既然是省略了这一步 因为那神秘的天心节 阴差阳错地帮他完成了这种锤炼 那圣连包印 就是触及圣者的一种体现 这与此前圣元公主那元气所化的圣连之包相同 一旦彻底地绽放 那么其肉身就将会化为真正的圣体 高空上 神雷不断地肆虐 但随着周元肉身的变化 以及那圣连包印的出现 神雷已是有些难以伤到其身 所以伴住相后 天际上那一层曾宛如镜面的虚空 突然渐渐地变得暗淡起来 神雷也是渐渐停歇 最终彻地消失 天地间的元气躁动 也是恢复平静 无数道有些震撼的目光 望着虚空上那紧闭双目的周元 此时后者庞大的身躯正在缓缓地缩小 时数息后 再度化为了正常体型 此时的他 上身赤裸 皮肤宛如白玉 胸口处的包印 闪烁着神秘的光泽 令得此时的他 看上去有着一种特殊的威势 那是圣者之威 周元此时同样是低头在看着胸膛上 那道神秘包印 他的神色有些遗憾 先前吸收了那么多道神雷的力量 最终都未能令得包印绽放 包印未曾绽放 就说明算不得完整的圣体 不过即便如此 此时周元这局肉身 也已算是半圣之体 这再加上圣龙之躯的加成 现在的他 不见得就没有与真正圣体硬碰一下的资格 周元同样是能够清晰地感觉到他 这局肉身有多强 那种举手投足间 便是能够摘星夺月般的力量 让人沉醉其中有些难以自拔 看来是你看了下来 而在此时 一道笑声传来 让得周元从沉醉中清醒过来 他看向前方那道透明的身影 面容真诚地抱拳 多谢老祖相助 先前那天星节 如果不是沧玄老祖 借助沧玄圣应的力量 集合了沧玄天生灵的祈祷 他未必真的能够扛下来 而且 也正是那种神妙的力量 转化了神雷之力 才让得周元的肉身更进一步 生灵祈祷的力量 只是锦上添花 无法取到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你自身差得太远的话 这种祈祷转化的力量 也帮不了太多 沧玄老祖望着周元 面有欣慰 旋即他微微一笑 抬起手中的沧玄圣应 道 另外 恭喜你通过了 沧玄圣应的考验 现在的他 已经承认了你 周元正了正 他望着那枚古老石印 他的确是能够感觉到 此时的他 与沧玄圣应间 似乎是有了一种 极为奇妙的联系 而借助于此 他感觉 整个沧玄天 与他之间的契合度 都是达到了 前所未有的程度 沧玄老祖手中的 沧玄圣应 缓缓地生气 漂浮到了周元的面前 他望着周元那年轻的面孔 缓缓道 周元 将你的神魂 烙印在圣应之内 你就将会彻底地 执掌圣应 成为沧玄天 新一人天主 周元点头 他手握着沧玄圣应 眉心神魂闪烁 下一刻 有一道神魂之力 涌入到了圣应之中 那一刻 他陡然感觉到 自己的神魂 似乎是蔓延到了 沧玄天的每一个角落 无数的画面 涌入脑海 如走马观花般的掠过 他心面一转 大周城落入眼中 他见到了城墙上的 周晴与晴玉 还有着众多大周的臣民 沧玄天生灵的众生百相 皆是映入心间 而也就是在周元观测众生时 沧玄天生灵 同时在此时心有所感 他们的脑海中 突兀地划过一道画面 正是赤裸上身 身躯如白玉 浑身散发着一股 神秘威严的人影 这道身影的面孔 无法看得清楚 仿佛不可窥探一般 但那一刻 他们都莫名地得到了一道信息 此为 新任沧玄天之主 沧玄老祖眼中有着缅怀 如是重负 以及浓浓的欣慰 他的脸庞上带着笑意 然后对着周元抱拳 微微弯身 这一刻 他那温和宏大的声音 响彻而起 贺周元天主 第1419章 初走少年 归来天主 当沧玄老祖那温和欣慰的声音 响彻于天地间时 同一时刻 这沧玄天中无数生灵 皆是心有所感 然后皆是面朝周元所在的方向 弯身而拜 贺天主 无声的朝拜 却是引得整个沧玄天 都是在此时变得激荡起来 首先是那天地元气 开始活跃 沸腾 连绵无尽的元气朝夕 对着四面八方倾泻 扫荡苍穹 天地元气太过地浓郁 直接是导致化为了连绵细雨 覆盖了沧玄天的每一个角落 无数修炼者在此时狂喜 因为他们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那元气春雨中 蕴含着多么精纯的天地元气 这种时候将其吸收炼化 对于自身的修炼将会大有弊异 这仿佛是一场天降机缘 如那凡俗之中帝王登基 总是会大赦天下一般 而如今沧玄天新任天主上位 这方天狱 自然也是要回忆一场馈赠 这场馈赠 必然会令得无数人趁势突破 也将会为沧玄天的实力增加一分 而得到这些好处的生灵 自然对那位新上任的天主 更加地心怀感激与尊崇 青阳长教等人也是仰头 望着那席卷天域的元气细雨 他们任由那些冰凉的细雨 扑打在身上 然后视线转向远处天空上的 那道年轻身影 神色皆是变得格外的复杂 谁能想到 千载后 他们沧玄天竟然又会诞生一位天主 而且 这位新天主 是此前他们连想都不敢想的人 毕竟 在那十数年前 眼前这位新任天主 还只是他们沧玄宗的一个新人弟子而已 青阳长教 你沧玄宗 可真是占尽了沧玄天气域 天剑尊感叹一声 言语间满是艳羡之意 当年沧玄老祖 敬为沧玄天天主 一手创立了沧玄宗 当时沧玄宗风头一时无两 威压了沧玄天多少年 而这千载之后 沧玄老祖虽说陨落 可这新任的天主 依旧是出自沧玄宗 可以想象 未来的岁月 沧玄宗必然将会再归巅峰 成为这沧玄天内 最为超然的势力 青阳长教满脸笑意 眼中的神采遮都遮不住 他笑道 天剑老哥 这可怪不得我 当年在那圣迹之地 你们几大圣宗 可都是在场的 周元最终选择了我沧玄宗 只能说是天意如此 其他几大圣宗的长教 皆是苦笑摇头 当年那圣迹之地 在他们的眼中 不过只是一场小考验而已 以他们的身份地位 自然不会过多地关注 但谁又能预料到 在那偏远之地中 最终竟然会走出一位天主 若是时光能够倒流的话 他们必然会将什么脸皮 都给丢在脚下 然后将那时候 尚是稚嫩少年的周元 硬生生地抢进本宗之内 而西京 苏又威 武瑶 赵木神等人 也是望着那散发着一种 不可知识般的威压的周元 他们神色有些恍惚 谁能想到 这周元摇身一变 竟是直接成为了 苍玄天的天主 这番际遇 当真是让人如在梦中 虽说苍玄天是诸天之末 而且其中有诸多缺陷 但不论如何 那终归都是天主 掌控一方天狱的权柄 绝对是无数人梦寐以求 现在的周元 即便尚未入圣 但就算是遇见真正的圣者 后者也会以同等身份来对待他 从某种意义来说 周元已经跻身 进入诸天中的巅峰层次 远处的一座山峰上 左丘青鱼 绿螺 李纯君 宁战 真虚等人 也是遥遥地看来 他们的神色皆是有些复杂 眼神中充满着感叹与欢喜 看来以后有大腿爆了 我的好哥们是苍玄天天主 谁敢惹本小姐 绿螺双手插着小蛮腰 可爱娇美的脸蛋上 露出得意的笑容 李纯君认真的道 周元的天赋潜力 进入圣者 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而且未来的他 不会止步于普通圣者 可他 为了守护苍玄天生灵 却是愿意承担 苍玄天天主的位置 这份举动 他那始终木然的脸庞上 此时竟然露出了一抹笑意 让我很敬佩他 一旁的几人有些惊讶地看着他 在他们一群人中 天赋最为恐怖的 自然非周元莫属 而除了周元外 便当属李纯君了 而李纯君平日里 除了练剑 对其他也是漠不关心 但他们都知晓其内心的骄傲 如今他能够说出这种话 足以说明他内心 对周元此举世 何等的认同与赞许 不过对此 左丘轻语等人都是点点头 当年的小伙伴 能够走到这一步 并且肩负起苍玄天 无数生灵的希望 在我们眼中的小师弟 如今竟是继承了老祖的位置 在另外一个方向 楚清 李清禅 孔盛等苍玄宗的一辈精锐 也是在感叹 叶格微微一笑 说起来当年在苍玄宗 还是孔盛看人家诸多不顺眼的 屡屡挑衅 那一旁的孔盛文言 顿时涨红了脸庞 怒视叶格 这些陈年烂事 你还记着 你叶格什么时候跟个女人一样了 女人怎么了 李清禅清冷眸光看来 有些不满 孔盛健壮 顿时哑火 也不敢冲着李清缠嚷嚷 楚清则是拍了拍他的肩膀 安慰道 这也没什么 我觉得这也是独属于你的辉煌往事 以后苍玄天新弟子入门 你就可以告诉他们 知道咱们苍玄天 现在那位周园天主吗 当年在苍玄宗的时候 我天天找他麻烦 孔盛额头上清净一跳 咬牙道 滚 而如果说之前的众人 此时是震撼欢喜的话 那么那祭坛之上 身躯虚幻的圣员 却是在此时通体冰寒起来 虽说现在的他已经只是一道即将枯竭的圣魂 但他依旧是 感到了一股浓浓的恶意与排斥 那种恶意排斥 似乎是来自整个苍玄天 这方天狱都在开始针对他 他明白 这是因为如今的苍玄天再度诞生了掌控者 在掌控者的意志下干预 就算是圣者 都将会受到一些影响 更何况 现在的他 只是一道被侵蚀的圣魂 怎么会这样 所以 自从周园从那天星节下支撑下来后 圣元的心就在不断地往下沉 他有些恍惚地喃喃自语 竟然面旁陡然变得扭曲 猙獰起来 你怎么可能从天星节下扛下来 他猛地尖笑出声 那明明是圣者才能够承受的考验 而周园 不过只是一个法御境 但现在 他却是让人难以置信地 成为了苍玄天的天主 那个他谋划了多少年 为之呕心立血的位置 此时此刻 圣元的心如万已是有 难受到了极致 那是一种极度 虚空上 周园守一招 只见的天地元气在此时汇聚而来 落在他的身上 形成了一件墨黑衣袍 衣衫上有滑贵精美的金丝 闪烁着异光的同时 也形成了一道道古老的原文 这些原文 每一道 都是晦涩原始 拥有着浩瀚之威 此为天主法袍 特别是在其眉心处 出现了一道神秘印记 那印记给人一种望而生畏之感 不敢直视 此为天主之痕 此时此刻的周园 身披法袍 没有天印 天地元气为之朝拜 万物圣灵为之敬畏 可谓是天地之焦点 他眼目淡漠 缓缓低头 投向了圣元所在 那眼目中 有深沉杀鸡一掠而过 圣元 我们之间的恩怨 是时候彻底了结了 第1420章 紫莲焚血海 而当虚空上的周园 淡漠的目光投射而至时 圣元则是感觉到 天地间那种排斥 变得更为的激烈了 周园 圣元公主面色阴沉 这个当年眼中的蝼蚁 竟然成为了苍玄天的天主 掌控无上权柄 这些 本该都是属于他的 而现在的周园 有多风光 圣元公主心中 就有多悔恨 她悔当年 未曾稍稍重视 一下这个蝼蚁 当初若是能够 随手将其抹除 又哪 还会有今日的麻烦 不过对于她的情绪 此时的周园 确实连理会的心情都没有 她只是默然一瞥 便是将视线投向远处 她的视线 仿佛是能够穿透虚空 直接是看见了 那一处处肆虐的血红光柱 那血光蔓延间 不断地吞噬着 无数绝望的生灵 周园的眼中有寒意掠过 天地间的温度 都是骤然降低 苍玄圣印 在其掌心间 绽放着光芒 身躯上的天主法袍上面 那一道道神秘而古老的原文 也是变得明亮起来 哄 与此同时 在苍玄天各方 那血红光柱肆虐处 天空突然地裂开 紧接着有呈现紫光的天火 猛然席卷而下 照亮了天穹 那一道道紫色天火 落在了血红光柱的四方 然后火线蔓延 迅速地连接起来 将那血红光柱围堵在了其中 紫色火焰汹涌燃烧 最后与那血红光柱 碰撞在了一起 吃吃 接触的瞬间 似是有无数尖笑声从中传出 两股恐怖的力量 在此时疯狂地侵蚀 纠缠 欲要将对方所扑灭 纠缠处 那里的空间 都是彻底地被扭曲成了漆黑之色 仿佛是一片空洞一般 不过这种僵持 只是暂时的 因为在那天空上 不断地出现裂缝 一团团紫色天火 源源不断地降临而下 令得紫色火海愈发地汹涌 狂猛 伴随着周园指掌苍悬圣印 它已是能够调动 整个天狱的力量 而有了一个天狱的支撑 即便那血红光柱 同样霸道无匹 但却是顶不住 这种连绵不断地消耗 所以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炷香后 血红光柱终于是开始违靡 然后一寸寸地被逼退 最终 紫色火焰蔓延而过 在那紫色火苗席卷间 血红光柱 被彻彻底底的焚烧殆尽 苍悬天各处 一道道冲天的血红光柱 陆陆续续地消失 那些在血红光柱之下 绝望逃窜的生灵 见到这一幕 顿时爆发出欢呼声 他们喜极而泣 只有经历了此前的绝望哀嚎 方才会明白 此时的珍贵 无数生灵此时跪拜下来 激动地对着虚空叩手 虽然他们知晓 这必然是那位周园天主的手段 当最后一道血红光柱 消失于苍悬天时 青阳长教等人 同样如释重负 紧动地身躯一点点地松缓下来 虚空上 周园目光自遥远处收回 然后漠然地看着下方的 血海祭坛上的圣元公主 此时的后者 同样是感应到了 那些献祭血柱的消失 她面色难看到极致 同时也带着一丝 难以置信的警局 那做她费尽十数年准备的献祭结界 就这样被周园轻松地给破解了 这就是天主的力量吗 圣元公主心中苦涩的喃喃道 不过 旋即着情绪就被她压下 她面旁扭曲 道 我还没有说 这座祭坛乃是圣族所赐 就算你成为了天主 也毁不了他 轰轰 而就在她的声音刚刚落下时 圣元突然感觉到这方大的 开始剧烈地震动起来 然后她便是眼瞳皱缩地见到 在那血海之下 有着巨大到无法形容的紫色火焰 升腾而起 那些紫色火焰升腾 隐隐间 似是形成了一座 覆盖百万里区域的紫色火莲 而她所在的血海 则是刚好 被这座紫色火莲 缓缓地驼付而起 这一幕 伪实是壮观到了极致 远远看去 犹如是一座小型大陆升起 青阳长教等人见到这一幕 也是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面露震动之色 如此力量 简直让人犹新地感到一种无力 周园神色倒是神色如常 她伸出右掌 五指缓缓合拢 随着其五指合拢 只见的那驼付起斜海的紫色火莲 那些巨大的火焰花瓣 也是在此时对着中央缓缓合拢 恐怖的力量在其中凝聚 血海都是在此时沸腾起来 血雾升腾 又是在接触到汹涌的紫色火焰时 陡然化为虚无 如今的周园 已晋升为苍玄天天主 在这个天狱中 她所能够调动的力量恐怖到无法形容 可以说 就算是一连镜的圣者 要与她在苍玄天内交手 那也讨不到丝毫的好处 而且 这还是眼下的周园 初步掌控苍玄圣印的前提下 这就是一天之主的浩瀚伟力 盘坐于祭坛之上的圣员 望着那缓缓合拢的火焰花瓣 沸腾的血海中传来的力量 也是让她有些站立 沸腾的血海在迅速地被蒸发 其中蕴含的那种诡异暴力的力量 也是在被消融 咔嚓 突然有一道细微的声音传进耳中 圣员低头 瞳孔便是一缩 因为她见到 身下的这座祭坛 也是在此时 开始出现了一道道的裂痕 连她都承受不住了 圣员轻叹一声 四周虚空中席卷而来的那股高温 令得她的圣魂愈发的淡薄 圣魂中 有点点紫光出现 那是被紫莲火焰所侵蚀 圣员沉默了树溪 她明白自己的死期 是真的要降临了 不过在这一刻 她反而是感觉到了一种异样的宁静 她正然地抬起头 望着那缓缓合拢 同时一点点遮蔽天穷的火焰巨脸 我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呢 圣员有些疑惑地喃喃道 曾经的她 也是拥有着精彩绝艳般的天赋 前途无限 可她似乎是在攀登力量的路上 渐渐地迷失了本心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是曾经见到过 当时身为苍玄天天主的 苍玄老组织掌权柄都伟丽吧 那时候心有艳羡 想要以她为目标 只是后来她发现 不论如何追赶 都是无法赶上苍玄老祖的脚步 心中的不甘 渐渐地成了执念 不知何时起 内心深处有了一道莫名的低语声 现在的她知晓 那低语声 来自那位无所不能的圣神 在那低语出现前 她曾经探索过一处古迹 那里曾有上古大战的痕迹 很有可能 就是在那个时候 她无意间遭受到了圣神意志的侵染 圣员苦笑着摇了摇头 说到底 还是自身心思出了问题 这让得那圣神意志有机可趁 也罢 就让一切都在这里终结吧 圣员伸出虚幻的手掌 拍了拍身下 出现叨叨裂缝的祭坛 笑道 圣神 看来你在我身上这些投入 是要白白浪费掉了 咔嚓 越来越多的裂纹 自祭坛上面涌现出来 而上方那火焰巨连 已是仅有一丝缝隙 恐怖的力量 自四面八方席卷而来 将要磨灭一切 包括圣员 以及这座祭坛 圣员盯着那即将破碎的祭坛 突然心中又是有着 莫名的低语声响起 他听着那低语 下一瞬 面旁猛地出现了巨变 陡然抬头 力声道 不要毁灭祭 可他的声音最终未能传出 因为火莲在此时 彻彻底底的合拢了 汹涌的紫火 铺天盖地的咆哮而至 紫火呼啸而过 圣员的圣魂 直接是在寝刻间 被彻彻底底的蒸发 化为虚无 而与此同时 那座血红的祭坛 也是破碎开来